凌晨男子开着特斯拉意外撞上了分隔岛 不但车辆攀翻覆 轮胎也攀飞 省查一侧发现驾驶的酒色值高达1.38 另外在云林科技工业区 有翼影车的右转 疑似内轮插死角插撞到机车骑士 人重摔倒地 差点就被碾过 还有汽车骑士在台北市跟公车征道 以为可以沾过小凤 结果当场被夹击惨衰 凌晨3点多这辆白色特斯拉 开在内侧车道 车速并不快直直往前 没想到下一秒撞上分隔岛 整辆车往右边翻 后方汽车机车看到这一幕 全都吓傻紧急煞停 左前车头撞的面目全非 连轮胎都喷飞不见 还得要动用吊车才可以把车移走 警方一查发现原来驾驶酒车值 竟然高达1.38 事件就发生在台北市民主东路 与新生北路路口 27号凌晴40岁的红星驾驶酒后上路 他说自己喝太醉开车开到睡着 才会重撞分隔岛 虽然人没有受伤 也没有波及其他用路人 但离谱酒驾当然被依法送办 还得要赔偿损坏的路牌 另外惊喜的瞬间也发生在云林 硬车路口又转 没注意到旁边的机车 这下惨了撞下去 驾驶甚至没发现 已经撞到人继续开 其实整个人重摔倒地 险糟碾过 硬车行进云林科技工业区 转弯没注意内轮差 可怕过程全被拍下 索性骑士反应快 摔倒后赶紧往后爬 这才惊险想过 骑士意识清楚 手脚超受伤 骑士上路碰上大型车 真的要多加留意 台北市文山区这机车骑士 竟然大胆跟公车争到 以为自己可以钻过小缝 加速冲 没想到钻不过 骑士惨摔 旁边停放的五部机车 也遭波及 差一点点就被卷入彻底 警方在提醒 不管开车骑车 都得小心再小心 酿成受伤意外 得不偿失 据中和报道 感谢观看